挥别了上个星期 阴雨绵绵湿冷的天气 中央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星期天气稳定 温暖 是典型秋老虎的形态 景淫封面的东半部 有零星短暂雨的发生 有计划要出游的民众 要好好把握这个星期的 好天气 挥别上周东北风起东北 季风阴雨绵绵的天气形态 这周秋老虎来了 好天气将持续于周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本周期东北风减弱 东半部高温将来到27至28度 仅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 全台将维持一周的好天气 可以看到整个花莲 大概就是小雨 然后或是阴天 然后从19号20号开始 大概就是比较一个属于晴天的 不过刚才已经跟各位报告 观众报告就是说 我们还在淫封面上面 所以某些地方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小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整周的温度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蛮平均的 我们可以看到 高温大概就是27度 然后低温大概22度 所以基本上天气算晴朗 然后温度没有太阳的 没有雨流的时候 没有阴多云的时候 太阳出来大概温度就会高一点 然后大概就27度 然后早晨晚上温度大概会比较低 就是22度 然后基本上某些地方 在淫封面上面 还是有可能下雨 所以基本上早出完规 你可能还是要添一些 博外套或是带一下雨具 会比较保险一点 18至20日 各地晴朗稳定 紫外现长 白天微热早晚凉 一直要到周末开始 东北风带来较多水气 阴风面东北部及东部 降雨会转去明显 有计划出雨的民众 可要把握这周的好天气 记得讲榜言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